銀行每間都去造錢 這就是我們不好的原因 當然喔 我們今天7點開始 現在還有什麼問題 這就要看你的信用 第一個你要有信用 你的信用是靠什麼建立的 靠你的房地散 你有房地散還是房地散去造 你看王英勁他去造錢 他也不是平白有故去造錢 他也叫政府擲一塊塊給他 對不對 我用這塊塊來給他銀行造錢 叫銀行造錢去銀行 還給他銀行造錢 還給他銀行造錢 我們今天7點現在開始 我是王賢傑的 人叫我札希就可以 大家平安 我們今天要討論的題目 比較簡單 就是骨格家而已 骨格家 寫起來是很簡單的 對不對 雖然簡單 兩例而已 不只要做到搞不簡單 根據萬國公法 國家跟國民中間的關係 是 國家對國民富有保護的義務 國民會對國家富有 校長的義務 所以 國家要提供國民保護 不是說 所以是怎麼發護照 就是要自己保護 發護照的目標就是保護 你要對國家的校長 這就是 國家跟國民的關係 國家 才有 遞約的權利 遞什麼約 就是 定條約的權利 一般的人 一般的部族 一般的公司 不可以定條約 只有國家才可以定條約 所有的國家定的 才叫做條約 才有宣戰的權利 也才有戰爭的權利 為什麼 因為 定條約就像成年人 你一個成年人 跟人家定了契約才有效 大家知道 人民 雖然可以反對戰爭 但是你不能拒絕戰爭 你雖然我反對戰爭 但是國家派你去戰爭 你還是要去 相反的 人民可以贊成戰爭 但是你人民不可以隨便 發動戰爭 這是美國的獨立宣言 美國獨立宣言 他們怎麼講 他說政府的權利來自人民 目的是保障人民的自然權利 如果一旦政府不履行職責 侵犯人民的權利 人民就有權 起來革命改變或推翻它 這就是美國的獨立宣言 所以正一陣子 美國有民兵 內華達州民兵起義 就是這樣 你沒有照顧我的權利 我就起來起義 為什麼 我們美國人每一個人都可以擁有武器 所以我就用武器來推翻你 根據1933年12月26號 19個國家在南美洲的烏拉圭 定了一個合約 叫做蒙特維多國家公約 國家權利與義務公約 這個公約裡面有規定 每一個國家都包含兩個元素 就是有權利跟義務 你要享受權利之前你要盡義務 跟你一個成年人一樣 你要享受權利之前你要先盡義務 這也是一個成年人 所以主權包括權利跟義務 主權不只有權利 你要盡義務 所以日本政府說 他放棄台灣的主權權利有沒有 可是義務他可能沒有放棄 他還是要做繳稅的義務 就算你房子 你家裡的房子 這間房子是我的 我放棄權利 放棄收租 對不對 我不願意收租了 這個租金我不收 但是你稅金還要繳 你的名字還是你的 對不對 很簡單的道理 國家做為國際的法人 就跟一個人做為一個成人 應該具備的條件 就有四個要素 一個國家一定要搬 好像四個要素才能成為國家 第一個就是要有人 而且要確定你有多少人 第二個要是要有一定界限的領土 也就是要有住的地方 你不能說你的國家沒有領土 那就不成為國家了 第三個要有有效的政府 第四個要可以有外交承認 有與他國交往的成立 但是你們有沒有想過 你的家你要成為一個家 也要有這四個條件 你的家一定要有人 要有住的地方 要有人能管理你自己的家 還要跟你的隔壁鄰居 菜市場的商店要能夠交往 不只你的家 你的公司也一樣 你的公司如果沒有人 那你的公司一定是空投公司 對不對 你的公司一定有營業的地址 要有管理者 而且必須要跟別的公司 或者是別的人交往才能賺錢 所以公司 企業 個人 家 國家 都是要這四個元素 你們知道這個國家是哪一個國家嗎 這是國旗 這個國家叫西蘭公國 他目前有22個人 22個人的國家你不要笑 22個人是一個國家 你2300萬人又怎樣 不是國家 對不對 所以有什麼好笑的 人家22個人是國家 還有國旗對不對 他號稱是全世界最小的國家 這個在英國的外海 對 他這個是他未來計畫中 他叫西蘭公國 他現在是這樣的 全世界人都說 那一塊海上的甘板 就是西蘭公國 他現在長這樣 但是長這樣你不能說他不是國家 他有領土 有人 有政府還有外交關係 所以四樣他都具備了 雖然沒有幾個國家承認 他在英國的薩福克郡外海 大概9.7公里的地方 他是在1967年宣布脫離英國獨立 但是至今沒有得到國際的承認 該國的領土其實就是海上的平台 怒滔塔 由一艘船和甲板改建而成 十分的簡陋 這是西蘭公國的國王跟公主 他有印郵票還有錢幣 你跟他去買他還有得賣 你要跟他申請副照他也很願意賣你 他這個貝赤少校是因為他在做海盜電台 就是台灣的地下電台有沒有 地下電台英國要把它取締 所以他要找一個地方 不受規範的地方 結果找找找 剛好找到這個外海 有一艘廢棄的船 廢棄的那個怒滔塔 那時候是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英國廢棄的海軍機 一個地方一個基地 所以他就佔領了那個地方 佔領以後宣布獨立 自己成為西蘭公國的王子 他的妻子成為公主 這就是西蘭公國的國王跟公主 他現在是這樣 對這算鋼板而已 這個更好 生活從英國進口 他要吃米泡咖啡都英國進口就好了 離英國很近對不對 他賣郵票 賣錢幣賣護照 這個葡萄牙的男子 叫巴羅斯 買下一個小島 並建立國家 巴羅斯買下馬德拉島 其中的一個小小島 他建這個國家的名字 叫龐丁尼亞公國 自認為王子 可是這個國家還沒有社會承認他 他卻自得其樂 為什麼 他說 我不但擁有主權 還可以發行復照 官方文件 巴羅斯 在四年前 得知這個英國的富人 打算以25000塊的歐元 賣掉這個小島 他想找他的朋友 一起買下他 他的所有朋友都認為他瘋了 可是巴羅斯 他把所有的積蓄 通通擠下來買了 巴羅斯他知道 他買下這隻小島以後 可以享受不限制的自由 為什麼 我明天國旗要變成紅色的 沒有人管我 對不對 後天我把它改成白色的 再後天我把它改成綠色的 多棒 絕對沒有人敢管我 對不對 不只這樣 我明天要唱哪一條國歌 隨我 對不對 隨我高興 說 他能成為任何他想要成為的人 如果我想讓我的國家擁有國歌 我能自己選 我也可以隨時換掉他 國旗也一樣 今天他可能是藍色 明天可能變紅色 當然了 只有在我這裡擁有絕對的權利 這點最好 龐定尼亞公國 他的大小大概跟我們一間套房那麼大 那個島就跟我們套房差不多 現在的公民就四個 就他們家四個人 包括妻子 兒子女兒 他現在五十六歲 除了這些黃氏的成員意外 這個巴羅斯 他 後長跟共青 所有的都在做 其他 其他當然是享受王氏的生活 對不對 因為你要建立國家 所以 習近平很聰明 因為他教中國人怎麼教 他說台灣 是我們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以前中國人都是這樣教 連現在國小也是這樣 可是現在不太算 為什麼 不可能 人家台灣都已經是日本的了 你要怎麼拿回來 沒辦法 他就想到說 用買的 跟那個巴羅斯一樣去買小島 他想把台灣買下來 結果去見天皇 天皇本來不建議見他 他拜託美國幫他安排 安排了以後 見面第一話 一句話 他就跟天皇講 我們現在中國 比較有錢的一點 比以前有錢的一點 你可不可以講台灣 跟澎湖賣給我們 天皇怎麼回答你知道嗎 這也是美國告訴我們的 天皇說 我們日本皇家 從來沒有賣過東西 所以片子沒得回來了 這中國的文化對不對 中國文化就是東語文化 東語文化就是象形文字 對不對 象形文字有一個好處 看起來好像很漂亮 而且看那個字 就可以了解它的意思 對不對 這就是象形文字 象形文字的好處在這裡 一看這個國 就知道什麼是國 為什麼 因為文字就是 城牆裡面 對不對 城牆裡面 要殺人滅口 才成為一個國家 對不對 這個歌是不是武器 殺人滅口 對不對 因為佔領你的城池以後 把你所有的人通通殺光 換我的人進去 我就成為國家了 對不對 所以他們的國叫做什麼 裡面就是一個禍 就是災禍了 國就是以前 那個諸侯 諸侯管的地方 為什麼 因為所有的國都在皇帝底下 黃帝是普天之下 他們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也就是全世界都是他們的 家天下 所以他們怎麼講 天下為公 世界大同 問題是 出在這裡 你家要跟人家公嗎 沒有人那麼笨的 說我的家拿出來跟人家公 是不是 全世界沒有人說要跟你公的 對不對 你知那人 從古時候就做奴隸 做了幾千年的奴隸 誰要跟你同 誰要跟你一樣做奴隸 是不是這樣 大家都跟我們說 我們是龍的傳人 對不對 這是蒙古 這個 河頭網裡面報道 今年的6月18號上午 在烏拉特前期 烏梁樹海 漁民山王二龍捕魚的時候 捕獲一條三米長的真龍 連夜送往北京 這台不知道價錢 今天我是不知道 網路上有 不過這個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我就不清楚 這是網路 不過總是龍 可是你們要想想看 他跟你們說你們是龍的傳人 可是你們有沒有想像 以前你要當龍的傳人 是皇帝的兒子 對不對 你說你是龍的傳人 馬上抓去砍頭 是不是很簡單 你想當龍的傳人 先把我皇帝幹掉 是不是這樣 當龍的傳人 哪有那麼簡單 哪有那麼簡單 這條歌很好聽對不對 侯德健做的詞 唱起來最好聽的 大家會不會唱 來 一起唱唱看 古老的東方有一條龍 他的名字就叫中國 古老的東方有一群人 他們全都是龍的傳人 去龍腳底下我成長 長成以後是龍的傳人 黑眼睛黑頭花黃皮褲 永永遠遠是龍的傳人 是不是很好聽 好聽 問題是這是謊話 謊話總是特別好聽的 對不對 女孩子你要騙她一定要謊話 才會好聽 對不對 所以很好聽 想一想就很簡單 什麼叫中國 中國孫中山建國的時候才叫中國 以前叫什麼 以前叫大清帝國 大唐帝國 大明帝國 大元帝國 大蒙 哪有一個中國 大中國 是不是 所以這個中國 是叫做謠原嗎 所以他還不到一百年 中國還不到一百年 東方有一群人 他們全是龍的傳人 不對 只有皇帝的才是龍的傳人 你們是龍的奴隸 向往也不要向往當人家的奴隸 黑眼睛 黑頭髮 紅皮膚 就是龍的傳人 那日本人 越南人 泰國人 通通是龍的傳人 所以歌好聽是騙你們的 不要太相信 謝謝 謝謝 其實是龍的奴隸 你如果要做龍的傳人也很簡單 把皇帝殺了就可以了 其實從他們的那個古代遺跡裡面 挖出來都是豬的圖騰 這是荷姆渡文化遺跡挖出來的 都是豬 其實他說他是龍的傳人 其實不是 是豬的傳人 我拿證據給你們看 為什麼叫豬的傳人 這個字什麼字 這個叫死 死的意思就是豬的意思 對不對 到日本叫豚 豚骨拉麵 豚就是豬 你的家裡通通是豬 你跟我說你是龍的傳人 家的解釋 他的字典上解釋 叫做親人共同生活的地方 叫做家 對不對 你的親人通通是豬 你跟我說你是龍的傳人 你這隻龍還真像豬 這是中國一個農夫 很愛他的豬 把他的豬竊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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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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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中國人很會刺爹 這個人也很會刺 又拜託我們刺 有沒有 選舉的時候叫我們刺小豬 其實豬的眼睛是瞎的 你們知道嗎 你們以為豬眼睛很亮 不對 豬只要有一口飯吃就好了 所以他是瞎的 你只要有給他一口飯吃 他就很高興 所以他們豬只要有飯吃就好 有沒有中國人不是常常講嗎 只要有一口飯吃就好了 對不對 這一個口頭禪 只要有飯吃就好 所以他們根本分不清楚 什麼是漢滿門回帳 福廣克苗月 這些都分不清楚 因為這些人皮膚都一樣熟 對不對 頭髮也都黑的 也都黑眼睛 不只 怎麼都漫人 在做方便 怎麼其他的人都在做老公的努力 因為你們分不清楚 你們膚色一樣 沒辦法漫得啦 黑的 白人 白 黑白分明 很清楚 你黃的搞不清楚了 所以你是眼睛是瞎的 文獻會台灣通知裡面 第三冊六十月有說 乾隆二十三年的時候 那時候是一七五八年 那時候下了一道命令 規附平埔族的真法結辦 並實施 實施四姓政策 就是屬我們台灣的平埔族 為什麼 四姓還四名 第一個政策出來的 這一年 有六十萬多個 馬上改用漢姓名 為什麼 因為改了漢姓名 免給稀金 當然大家馬上改 對不對 這很簡單的就是 你說你改生了 馬上送一罐米酒給你喝 馬上就改了 這很簡單 在雍正八年的時候 歸順有六十多萬 在乾隆四十八年的時候 那時候規附人數更多 有九十一萬 所以血統大亂 為什麼 四姓 讓我們台灣的平埔族 跟真仔的祖公 同祖公 大家都平共生 不就是同祖公 不過 真仔人有種族的優越感 什麼種族的優越感 因為種族優越感 不願意跟人家同祖宗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歡 對不對 怎麼可以跟歡同祖公 他們不是歡的 對吧 不願意跟台灣的歡同祖宗 迫使萬星政府緊急叫停 為什麼 因為他們這個種族的優越感 很強烈 全世界所有的歡 絕對沒有我們漢人 這麼勇敢 怎麼勇敢 做奴隸可以做到至公 對不對 做奴隸可以做到把自己的小鳥割掉 這樣夠不夠努力 夠不夠努力做奴才 是不是很優越 所以不願意跟你們同祖宗 因為他太優越 他有做奴才的專才 知道嗎 所以他們的公公都是漢人 對不對 其實沒有漢人 漢人是什麼 幾乎滅種 因為漢人都在做這樣 下面沒有了 是不是這樣 你們看那個公公的照片 這些公公 獨對沒有一個是漢人 也沒有一個是蒙古人 全部都是漢人 對不對 對不對 錢的文化 對這裡看得出來 錢的文化是很毒的 不久你們吃幾十年 不覺得毒 就像你吃粉 吃幾十年 你不覺得粉有炒 你覺得粉沒吃很難 對不對 你用幾十年幾十年 幾千年的蜜 你如果說有毒 沒有人要死 最簡單的 女孩子 文字 你只要跟女孩子在一起的都有 讀 所有跟女孩子的字 都是難聽的 沒有一個字好字 兩百多個字 唯一比較好的 要跟孩子在一起才好 對不對 這個才叫做好字 其他女人越多越慘 三個女的就變直接尖了 對不對 有哪一個字是好的 你給我講 唯一這個 跟孩子在一起才好 跟男孩子在一起就不好 跟男孩子不好的話 他絕招去 對不對 唯一跟好的就是 跟孩子在一起而已 而且女孩子說要越少越妙 好像中國人就絕招去了 很奇怪 又沒有絕招 又那麼多 什麼原因 中國人中毒太深了 不覺得這是毒 知道嗎 其實文理應該是要中性的 不然因為這日理寫起來 看出來說很不好 字不可以這樣 字看上去都要中性 中國人 你只要講出來的話 也沒有好話 字那人的文字 這個只要跟言在一起的話 也沒有一個是好字 所以他們講出來的也沒有好話 250多個字跟言在一起的 沒有一個字是好的 最近一個比較好的 這日好 用最多 Facebook的頂端 最愛戚 讚讚讚 戚戚戚 對吧 你就是說這日就好 這日也賣錢 怎麼說 你如果要對人的一個贊 你要先用兩個錢買 對不對 買是不是錢 你誰要先用兩個錢買人家的好言 這樣才會讚 別說什麼 這日寫到完就不會讚 對不對 筆劃那麼多 誰會讚嗎 所以說 真的的文化 很壞的文化 很不好 全世界最好的問題 什麼問題 英語最好的 英語才26年而已 好 聽到我們每一日大家都沒 對不對 是不是很簡單 你中文聽到最快就 也要再聽四五十年 所以 最簡單的是英文 為什麼我們學不好 因為他不教你好 真的人不可能會教英文教得好 因為你不用外交 外交他來做就好 所以他不想教你好 知道嗎 所以就是我們學不好 學英文會教的原因 他要教你好 很簡單 中文他就教得很好 對不對 對不對 自小時候就幫你教 教到大學 還要教中文 所以你的中文 比音中國人比較好 我們唱歌是不是比音更好聽 原因就是在這裡 因為我們學比音更會氣 我們台灣人背音 很多人 五音不轉 對不對 我們台灣從古早 從古里 在和平島 有出一種太古文 這太古文 歷史 比中國的歷史更早 台灣的歷史 六千 至一百兩千年以上 還有蝙蝠文 蝴蝠文 蝴蝠文 蝴蝠文是真的 金蚊的全身 所以我們台灣很早就有文理 這就是在和平島 歐海 泰國文 這個 日本人知道這部 馬上再回去他們的博物館 放起來 這塊是在八通關古道 上面的虎字碑 草陵古道 虎字碑 這個石板文 蝴蝠文 蝴蝠文 我們古早里 這里怎麼知道 這里有這個死 這里有這個山 死山 你們沒聽過 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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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兩個音 相形 相音 這是我們台語的鼓勵 我們台語 音有背音 用這背中的動物 都可以帶 所以音 我們台語 我們台語 可以背音 所以我們台語 有八部合音 我們八部合音 我們八部合音 很好聽 我們台語好聽 就是在這裡 所以他們五音不全 對吧 我們台語 以前我們就知道 力頭和藝牛是空閣的 所以我們台語的力是空閣的 藝也是空閣的 現在科學家去探勘 夜量是空閣的 所以我們台語的力是空閣的 太陽也是空閣的 我們台語 最好聽的這句話 阿香跟阿香 去香港不可以香 很香 你若是用北京語 說得怎麼樣 阿香和阿香去香港買的香針香 那個香到不知道哪裡去 對不對 這就是好聽跟不好聽的原因 這就是那時候在這裡談說 學出來的蝌蚪文 那一個 高雄 知道了馬上又去買 蝌蚪文的十杯 根據 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一份報告 我們西萊亞的語言 是一種漁業平穩 有節奏且異常優雅的語言 我們剛才說阿香跟阿香 去香港不可以很香 就是這很優雅 阿香的節奏對不對 西萊亞裡面 他們拜祖先 叫做阿立祖 阿立祖是最高的祖靈 阿立祖用一個紅子代替 是一蝦 是拜裡面的水不是拜那個蝦 我們台語裡面 叫另外一半叫做牽手 牽手不是在叫我們太太而已 我們太太也可以叫我牽手 很文雅 沒有曖昧的關係 你若 一人在叫太太 怎麼 早康 老婆 對不對 對 中國的子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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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什麼 駕雞 隨雞 駕狗隨狗 為什麼 因為你們都是雞狗 出事就把你們變成 駕魚 後駕駛 駕魚 九脖 colon 駕駛 人家叫做駕 真的是會 跌喔 駕不跌 那時候 台湾人 台灣的小孩 那時候是母性社會 母性社會 他要扯公子也很簡單 我看他這個月 我就买冰冷 把他放在那裡 請他吃冰冷 喔 台灣年輕人就知道了 冰暗就來他們刀 跟他約會 約會後就生困作惠 生困作惠後就知道好壞了 好壞恥落就知道了對不對 如果好的 你就要快來提親喔 如果壞就再見了 所以那時候母系很好 很開放 我經不是真的人 真的人 媒婆之言 人不說的都不信 人不說的都說一句話 說我們現在在這裡看 三人五百 沒重體腳位喔 對不對 你們看得很清楚喔 結果呢 三的人怎麼五百 一個獨幹的 他告訴你 說得很清楚啊 這本人很厲害 對不對 所以喔 第二天一早 現在喔 很多年輕人都在關路 怎麼 關回去 趕快傳來 傳來結婚啊 趕快去提親 因為氣肉好用啊 對吧 這就是阿里祖 阿里祖那天拜 拜這個公子有沒有 不是拜這個公子喔 是拜裡面的水 裡面的水才是最高的祖靈 是我們的社會裡面喔 大胞是要糾進來喔 你知道嗎 大胞才有繼承權耶 兩個人喔 要生下孩子以後啊 才會正式同居耶 你要生孩子喔 有嚴格的限制喔 不可以太早生的 差不多三十五六歲的時候 才可以生喔 不然喔 他就叫紅衣把你倒胎 這就是那時候喔 彬寶祖 他們拜地基祖的喔 你家這時候結婚喔 哪有那個母宮要積大胞的喔 都是彬寶祖的喔 既然人 是沒有那個母宮積大胞的喔 既然人家結婚 結婚做老子 沒有在母宮積大胞的喔 是我們台灣人才有母宮積大胞 我們台灣人以前是母系社會 所以 他都跟你騙說 你們的祖先都從中國來的喔 從錢來的喔 祖破削到很大分有沒有 結果啊 夏中庭 回到中國找祖先有找到嗎 夏中庭有比你們更厲害嗎 淡水邊有比你們更厲害嗎 回到中國找祖先有找到嗎 所以喔 你們老的祖破稍微懷疑一下喔 他們中國人說說 祖譜 靠得住啊母豬都會上訴 祖譜是錯得離譜啦 其實喔 祖譜喔 祖譜喔 是由祖譜才開始寫的耶 因為祖譜之前 祖譜是都奉帝才可以寫 一般人是沒有在寫祖譜的 奉帝才有在寫祖譜 是祖譜 是祖譜才有在寫祖譜 這隻牛喔 是美國的一隻母牛 他的名字叫做蜜兒克謝克 他自小的 跟狗大小 吃狗齒了 所以喔 他拒絕吃草 他為什麼 他說 我所有的朋友都是狗啊 我跟狗一起長大 我一定是狗 我拒絕吃草 而且我的飼料一定要放在盆子裡面 才要吃喔 可是問題出在喔 這隻牛啊 絕對不會狗叫 對不對 他也是猛 猛 可能會猛猛 所以喔 要記 我們台灣人 第一次大人 人變成第一次 知道嗎 台青一通錢裡面 他就寫喔 寫我們台灣富 有啊 祖國豐富一地 無通中國 名叫做東方 冰島的時候 紅毛子所寫 熟日本 清純在兩年才讓 定性國寫 所以啊 這歷史的角度來看 日本啊 這是我們的祖國 台灣一定是想日本的 喔 祖詐他們就知道 這是台青一通錢 日本有啊 日本切 他們上頭就寫啊 台灣富 祖國豐富一地 無通中國 熟日本 寫得很清楚 有沒有 紅毛 紅毛就是怎麼翻 很多人 叫全世界所有的外國人 都叫做翻 只要比他們更先進 所以喔 我們不可以說 就是做翻的外賣 做翻真公平 知道嗎 尤其做食翻 喜歡 喜歡 還比較讚 煮不熟的那個 還比較讚 知道嗎 第一次說 實質上是日本人 你知道嗎 第一次說的老婆 是海賊對不對 海賊 特地沒有到一國 說這個海賊是我們國來的人 對不對 海賊 你如果說你國來的人 你就會變海賊國 所以海賊特地沒有人說 這是我們的國人 所以喔 帝子龍 海賊特地不是中國人 真的人 不可能 所以帝子龍 又去扯日本母 對不對 帝子龍 跟紀念是沒有一個人 扯日本母 他是不是變日本人 變日本人 又生一個日本子 又日本大人 當然電生公也是日本人 又不是他一個人而已 他又生一個小弟 電生公的小弟 所以電生公 不是只有一個人而已 這些都是屬於 在日本還有廟 他們說 台灣的廟 又說日本人快樂 拜正成公 他都不知道正成公是日本人 這個 說這個 清朝 清國 電生公哪有可能清國 電生公是公立義 亞武術都 沒有 帶日本母之後 他生這個 田川福松 電生公的本名 他的小弟叫做 田川七左衛門 家族現在還在日本 回來發展的 只有該死定的田川福松 回來台灣發展 在那長期還有正成公的紀念館 在台南正成公紀念館 由於正成公是日本人的身份 實質上正成公 這是開台的第一的日本人 這當然也是寫在庫本裡面 還有正成公之歌 他都叫他 國聖雅 國民黨來 人家本來他廟 開山神社 改做 國聖雅廟 國聖雅廟 還有印黨灰上去 所以當時 日本是電生公是 頭一個開渡海外 日本地址 所以正公 以前他就知道說 台灣不是他的 所以在港建政之後 建輸之後 很高興 從台灣跟朋友 掛給日本天皇 為什麼 因為你們台灣人 台灣這裡的地方 鳥不魚花不香 男如情女無義 對不對 所以掛給人家正雄 我們台灣人是為什麼 男如情女無義 因為我們台灣人有愛 我們台灣人不講情 不講義 我們講愛 知道嗎 沒想到其他人 其他人最講情最講愛 最講義最講關係 但是他們沒有愛 你不要以為有情有益就有愛 有情有益沒有愛 有愛才是重要 你有情有益沒有用 所以 那冠掉了 下冠掉了 簽了 簽了的时候是派什么人簽 李清芳和李鸿章簽的嘛 对吗 很清楚嘛 那时候簽完了台湾的冠 那个阿布阿朗江那个冠怎么说 孤城可割地 什么宰相可割地 孤城南徽天 所以这在1640年 荷兰人画台湾的地图 这在400年前 有法图画台湾的图画得这么紧 真的不简单 西班牙人和荷兰人来台湾的时候 他们叫台湾叫FOMOSA FOMOSA这在九尾里面 很好听 所以那时候进来的时候 他们就像圣经 鲁玛里的圣经都带到台湾 像我们台湾的 幻作八卫里 幻作八卫里以后 那时候我们台湾真有文理 没有文理已经没记得去了 所以他们 当西班牙人登陆的第一个地方 就是圣地亚国 西班牙人去到每一个国家 去到每一个新的地方 都很爱和圣地亚国 美国也有一个圣地亚国 墨西哥也有一个圣地亚国 台湾怎么有一个圣地亚国 台湾的圣地亚国在那三雕角 因为国民党来的时候 这圣地亚国要听 要叫做三雕角 中华的半山 当然在台湾 大鸟 本港 芝罗山 芝罗山我以前叫是一支山的名 芝罗山是所有的家里 都叫做芝罗山 不是一支山的芝罗山 咖喱里小龙有没有 浴泉十八年 新华是岛北港有没有 这些都是好人人和世班人好的名 这本就是古荷兰语的圣经 翻作八卦里 这古荷兰语 以前有翻两本 翻一本马台福音 跟一本悠寒福音 不过悠寒福音已经变成了 现在纯马台福音 这就是信仰文 信仰文都完全是八卦里 我们现在很多丁路教会的阿嬷 会设八卦里有没有 八卦里圣经 他们的孙儿感到罢兰语 阿嬷 你会设英语 阿嬷一个设计 你怎么都台语 有我们设八卦里 阿孙儿看 这明明都英语 所以他们感觉阿嬷很厉害 在1683年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信仰的文书 信仰文书是什么你知道 就是有什么大卦 卦欲 大部分都女孩牌 因为女孩才有继承权 很多卦欲都是女孩 土地 女孩才有权力 他们继承 女孩才会做见证人 定欲当中做见证人 新港文书 新港文书就是八卦里 所以女性都是财产的持有人 继承人 还参与制定契约 所以以前台湾是母系社会 这是习近平在2004年 就职演说的看法 顶头说得很清楚 这是什么文字 这就是满文 满文代表他万兆人的意愿 他是不跟你说我们是万兆人而已 是世上现在也是都万兆人在管 对不对 那有哪个漢林 有哪个人的大官是漢林的 没有 博建林 没有 工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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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所以你不懂是说现在都很多人 在做大官都应该 同样是万兆人在做 同样村的都在做农的努力 那时候布希去荒蒙的时候 江泽民 拿这些水衣穿 有没有 这些旗袍有没有 这也都旗袍 这也是旗袍 什么叫旗袍 你们女孩子也很喜欢穿旗袍啊 尤其身材好的 身材越好越喜欢穿旗袍 凹凸有致越漂亮 为什么 因为旗袍是旗人穿的 旗人就是满洲人 满洲人是要留辫子的 汉人没有在留辫子的 我说那时候又留辫子 所以留辫子是满洲人的 以前台湾被满化的时候 不是被汉化 被满化的时候 所有人都要留辫子 不留辫子呢 很简单 砍头 是不是 所以大家都留辫子的 女孩子 女孩子要绑小脚 不然你嫁不出去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我们阿嬷也绑小脚 说这样比较漂亮 结果是怎样 小脚绑起来 你就走不出外面了 你就要安于事的 他们的蚊子也很奇怪 女孩子要在房子里面才安全 你出了房子就不安全了 所以看中国多危险 中国你女孩子 只要出了房子就不安全了 他们的文字告诉你很清楚 中国的文字穷 穷怎么写 穷就是你拱着身子进你的家 就是穷了 弯腰进你的家就是穷了 现在人看多穷 你连房子弯身都没有了 所以中国字很优美 对不对 看起来很容易懂 1978年的时候 那时候卡特去访问邓小平 他说你们为什么都不让你们中国人自由呢 为什么要限制他们的言论自由呢 邓小平说 你想要我们中国人自由 简单 你要多少人 1000万够不够 我还可以把他送过去 卡特全不敢出声 你想想 他十几亿人口送个1000万出去 不算什么 可是美国就惨了 来个1000万人就很惨了 对不对 所以 真的是毛泽东的着魔 这一些去抗议的 民进党最爱做这个 民党是台湾人 有个人说 林祖宗是台湾人 他整个人说林祖宗是台湾人 那不是 那不会变作台湾人 你鞋子比较大 就不会变作台湾人 就只有那些鞋子 那些鞋子 鞋子比较大 就不会变作鞋 同样的意思 你这个李赛又大了 林祖宗 林泰祖宗 林祖宗十八代是台湾人 你就不会变作台湾人 你一定要有政党 證明你是台湾人 这是台湾人 不是说 这下林祖宗是台湾人 就会变作台湾人 不会 只要这样我就下 林祖宗是美国人 我就变美国人 不久以前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很简单 他们还最爱跟你说 台湾是我们台湾人的台湾 对不对 乱乱说 如果这样我在中游在打工 我在加油工 中游是我中游人的中游 对不对 台数也是我台数人的台数 美国人也会说 美国是我美国人的美国 日本是我日本人的日本 英国是英国 英国是英国人的英国 英国不是英国 英国是英国的英国 英国是英国的英国 对不对 所以那是感情 那是给你骗的 台湾是我们台湾人的台湾 他给你骗的 骗你的感情 他们还这样 台湾人才爱台湾 哈游我们很爱去渡渡 对不对 所以每一个人都爱哈游 每一个人都爱台湾 每一个人都爱台湾 对不对 所以习近平才想要买台湾 欧巴马也说他很爱台湾 我们家宝也是 对不对 最爱的那个人没出声 对不对 日本天皇他不能出声 他真的最爱台湾人 没出声 对不对 所以全世界的人都很爱林志玲 就是毕师党人商购 毕师党人就林志玲 他林志玲 所以应该是他们商购的 不知道有商购 我没关系不知道 这中国人 说要报告这个毛泽东 连加拿大人都欺负我们了 为什么 加拿大人说不愿意我们去移民去了 为什么 因为你们是奴隶 你们是租的船人 没有人喜欢你们 加拿大结束投资移民计划 大批中国人抗议 加拿大最近决定 取消投资移民的计划 原因是 八成的人 这些投资移民在申请的时候 都伪造证据 这真的人最厉害 真的 你去到中国 你要哪一间大学的毕业证书 我马上做给你 只要有钱就好 你要做什么证书 马上办给你 所以这就是他们 伪造证据的原因 真的很厉害 小米鸡 都山寨 他们很厉害 山寨 山寨很厉害 你不要以为山寨很简单 要山寨也要 你要做美金也要做得像 对不对 他说 这些中国的移民 对加拿大的经济 毫无发展用处 大部分的居民都同意这一点 所以取消投资移民的计划 所以没有人要反映你 你想想炸钱去开就好 这个人我们一定要食材 这个人在李仙德 这个人改变我们台湾的名文 怎么说 这个人在他的著作里面 发表论述说 我们台湾无所清国 台湾的土著 是否属于之那领域所管辖 他说不可能 对那时候开始 我们台湾就知道说 无所知哪 就是这个人 这个李仙德 他就是参加过南北战争 南北战争就是美国的南北战争 所以左眼瞎掉 左眼瞎了以后 他当大使 驻厦门的大使 他是发衣的美国人 做到少将 因为这个罗梅浩的事件 跟台湾族的那个拙起毒 签订了蓝甲之盟 因为罗梅浩在台湾族的领域 就是现在的恒春 外海搁浅 触交 结果台湾族 除了那些白人 中台湾 台湾 台湾后 有两个外面走去 去报 去报清国政府 报清国政府 美国人就也清国政府了 是怎么你们台湾人 台湾的白湾族 台湾的人 清国说什么 清国说 那些是法外之地 不属清国所管 所以 发生灾难的时候 他是在赴这个 中国的牛庄的时候 在七星岩的附近触交 这些人 都去 去 去 土荒 杀害 两个水手逃到高雄 所以 李仙德 敢到去 帮他们 所以 依据天军条约 要下令 这些官员 要营救 但是 他说 清国说 这是生欢地界 我们是主要未知的生欢 生欢的地界 清国 驻台湾的官 不愿意介入 李仙德只得自行前往 但是被原住民拒绝 6月13号 美国派出海军提督备尔 率领两艘军舰 载了181个海军陆战队 登陆浪桥 但是被台湾族击退 舰长之一的麦肯 暂时 见细 成为 第一个在台牺牲的美军 所以麦肯 也出名了 第一个在台湾暂时的美军 你想想看 美国第一次打败仗 被台湾族打败了 结果美国人打败了 是不是要签条约 就跟清国一样 打败了要签下官条约 乔吾战争打败以后 这个派了180个海军陆战队 打输排湾族 你当然也要签条约 对不对 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排湾族不是国家 排湾族只是一个种族 所以只能签 南峡之盟 南峡之盟上面怎么规定 他说规定你们外国人 如果以后再触礁 你要举红旗为号 那不 我们会继续台 你们只要举了红旗以后 我们就会帮助你们 所以美国人很遵守 但是日本人不知道 日本人不知道说他们有定了这个 南峡之盟 要举红旗 结果才发生巴窑湾事件 流球移民来到那里 也是搁钱 也去给排湾族的人去抬 抬后 他说也是去找中国 去找钱 钱也是没在乎 结果日本就派兵 直接打排湾族 就变巴窑湾事件 这个上网查一下都可以查得到 南峡之盟巴窑湾事件 这就是那时候的党 181个海军陆战队 跟排湾族打仗 你跟人家宣战 宣战一撤退你马上打输了 这李仙德透过碧麒麟 他带他去朗桥18社 找卓启独 卓启独 谈判 经过多次的沟通 双方搭乘协议 他同意归还亨利船长夫妇的首级 以前秦桓 秦桓是在出草的 秦桓出草是在沾浪的头 对不对 我们哪有在沾浪都在沾浪的 是不是 所以 因这个南峡之盟 允许不再伤害因海南漂流的船员 双方同意 今后船长通过浪桥的地方 要以红旗为好 而且还定一个 你要把一个 鵝兰比灯塔那个地 卖给美国 给美国盖一个灯塔 以后我们的船才不会触礁 所以现在鵝兰比灯塔 是美国人盖的 美国请英国的祭司设计的 盖的鵝兰比灯塔 很漂亮 所以牵了南甲之盟 这个是当初要去签的时候 李仙德拜托 壁淇琳还有陶德做翻译 这在楼中会放的商品 这个牌丸族的头目 他说 以前白人 像我们的族人 抬到几乎都快沙光 所以我们一看到白人 马上想报复 李仙德说 好了 我们以前的事通通化解 从此以后化解 所以牵南甲之盟 所以 牵的当中有很多波折 牵这个南甲之盟 当初那时候排完族是贱贱的 贱贱的 人哪有那么简单 你要拿好处来 跟我讲 我才愿意签嘛 对吧 结果这个李仙德 一直讲不下 谈判一直失败 为什么 因为没有什么好东西给他们 这个壁淇琳就交那个李仙德 你把你那个左眼拿下来 放在桌上 那位排完族看着怕一条 哪有那个人 可以把眼睛拿来放在桌上 怕一条 赶快牵 所以排完族去把眼睛怕到 所以牵了 籃甲之盟 所以以后就会以红旗为号 但是排完族说 既然人不守信用 狡猾贪心的灵格特质 我们不想跟他们有太多的牵扯 李仙德又记 我们秘薄原住民 他们的体态健壮 外貌俊俏 行为勇敢 并且朴实游离 非常信守承诺 有没有 我们台湾人是不是这样 非常信守承诺 怎样 因人比较遵守 我们台湾人的就是这样 因人比较遵守 就是信守承诺 对吧 这我们台湾人 如果真的人 真的人 客欲签国更大分就不好 怎样说 马关雕欲签有大分吗 要买成人吗 很简单 客欲签 雕欲就不成人了 你不要说这客欲 对吧 雕欲就不成人了 那就没什么好话说了 唯一再建一次 雕欲不守 是不能说伴你三年伴你五百万 雕欲不守 很简单 再建一次 所以日本都在准备 日本的准备要再建 李仙德又说我们平埔族的怎么 家屋的附近整洁的程度 几近一层不然 可以跟欧洲的农场相比 可给我们平埔族的多赞 那时候生活多漂亮 所以我们平埔族的跟高山族的 总共有三十二族 这是我得到的资料 三十二个族 这已经有很多族已经没了 但是这些名字都有 这些泰雅 格马兰 泰鲁格 大满族 大满族 如果说到这个大满族 最大的一种 他们应该没下的 那些不满族那一族 还有存款不足那一族 还有存款不足那一族 完了都没下的 我们这三十二种都很有名 很多人都很少了 这李仙德下的车 他下南台湾踏茶首席 上头就是都下台湾人的生活 台湾人以前的生活很清晰 我们的番 大家都身体很用 有没有 很信守承诺 我们台湾的番 是都在出草的 对不对 如果资料番 资料番都在擠的 对不对 在曼族人擠的 在赌小鸟 对不对 所以不同样的民族像 我们是都在出草的 这是外国人为我们台湾人的 圣 的圣 所以他们常跟我们说 他们来到台湾的时候 汉林 把我们彭埔族的拌去山顶 山顶才变古山族的 那不可能的事情 汉林是略者 东亚病夫 对不对 我们这是在出草的 哪有可能给他们拌 我们没拌他就不错了 千说 知道 印定南甲之猛料 也是要跟台湾族的顶 昨起图他说 济南人 炸七万端 不守信用 汉自那人缔结企业 所以 觉得没有好处 所以 决定 以这些人 血占到最后一个人 所以 藍甲之猛 是不适用于清国 当时清国政府 傲慢 对于卓旗族感到很不满 卓旗族说 真的人是浄人 我没在跟浄人说生理 真的人没在修信用 要说 我会派我的浄小孩去上面说 因为我的浄小孩也浄人 所以浄人跟浄人说就好了 所以 那个蚵兰比灯塔 有 英国人去的 去得很漂亮 这是 很少 灯塔还有派兵的 灯塔 旁边还有挖壕 派兵 是要移奉什么 不是要移奉排湾族 因为他跟排湾族是 上面的名字 对吧 他是在移奉清国人 移奉清国人 这蚵兰比灯塔 好漂亮 不过蚵兰比 不是因为他那个所在像蚵兰 蚵兰 蚵兰这个名字 是因为 我们的排湾族 他叫 外海海边有一个浄头 那浄头叫封凡石 封凡石 他排湾族的名字 就是蚵兰 所以那个地方取作蚵兰比 因为那个地方比较突出 就是这蚵兰 这蚵兰 这蚵兰就是蚵兰 蚵兰 蚵兰 就是蚵兰 排湾族的名字就是蚵兰 总统的任来里面是一个总统 为什么 你们就是说真的是为了水门案吗 他是水门案下台 对不对 其实不是 因为他要跟中国建交 找不到借口 找不到跟台湾断绝关系的借口 所以 因为美国人是不随便跟人家断交的 美国人一建交 就是建交了 没有什么断交 除非打仗 背叛朋友 为什么 因为他要跟中国实行乒乓外交 他派的 那时候在联合国 联合国1970年的时候 光复节那天 光复了联合国 他也叫做光复节 他那天驱逐蒋辉 蒋辉怎么说 蒋辉说汉贼不两立 所以他们是汉对不对 蒋辉就出来了 因为这个2758号绝育文嘛 所以尼克森就去含这个 周恩来 乒乓外交 所以 真的人很好说别差的 他们的历数也都很假 对不对 历数是要做什么 你不懂就是说全世界 所有的人在书历数 都在书故事 历数最大的目的是要做什么 要检查以往 对不对 你以前的事情 你要 检查 检查以往以后 你才能够开创未来 对不对 你如果没有办法检查以往 你怎么开创未来 所以不能开创未来 就没有未来 表示你一定要灭亡 今天人都给你骗了 八年抗战 八年抗战是什么人给你奉扎 在美扫书 什么人给你扫书 日本的飞机 日本的飞机 会来扎台湾吗 我们台湾是日本的土地 米里 美国的飞机来给你奉扎台湾 这个 说纵贯铁路有 我们的梯楼说流明船去的 夏迪月他们的车有 流明船去的 日本人来还要黑掉 中国人去的梯楼 根本不可以 所以他们的梯楼 现在的梯楼 才会靠左边行 你们现在梯楼 坐梯楼 这个叶台都要在左边的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是日本人去的 日本人的车也是靠左边行的 要给我们骗说流明船去的 要给我们骗说红叶扫棒队 我小时候都要看红叶扫棒队 红叶扫棒队多刻苦多艰难 结果有人在卡隆的时代 每一个家后 就都有棒球队 穿这么漂亮 去日本比赛 要给我们骗说红叶扫棒队 那时候我真的就是说红叶扫棒队 这横贯公路 小姐那时候学 女校 女校去那儿毕业旅行 学会上班 横贯公路是日本人去的 要给我们骗说农民去的 死了好多农民 这两条乖那时候还在 他给我们骗说 横贯公路都不是这些农民去的 这些农民工程总队 还有这些犯人啊 职信总队啊 这些都去盗去 多艰巨的 死了很多还败在长春池 这是日本人去的横贯公路 他来是去什么 去牌楼啦 有漂亮吗 牌楼起得很漂亮对不对 通车一天又放圆黑呢 好 真的 你看看他有肚寒 有点大空就是有 外套还在 外套还没换 日本人做外套的 外套还用 跟主人还在用 看哪 这 这欺贪大橋 欺贪钓橋啦 以前我住在钓橋的时候 也不知道 住在那附近 也不知道说欺贪钓橋是日本人去的 日本人去的 日本人去的 民国25年8月竣工 看哪位台 他可以隔空来民国25年来给你去钓橋 民国25年他还流亡在中国 还在跑来跑去呢 他有法度人去钓橋 这段牌子你现在去 碧蓝钓橋 还有在那 上高的我去逼一张上 才有搁一支白白 頭前才有搁一支条子 拿起来 在那里 你现在还可以去参观 民国25年8月竣工 以前日本人去台北大橋的时候 在那橋下 補毛钉 補得红 那傻夫不够 用黑筋 用黑筋 把他放在橋上 橋上的傻夫 用黑筋接着 这毛起来 看多厉害 现在 贪圈 贪圈就觉得很厉害了 对不对 人家那些毛钉用黑筋接着 好厉害 台北大橋上头的胶白是金字招牌 台北大橋那四里是用金子打的 你从哪 这个大橋起好后 台湾的八大井之一 好 好漂亮 淡水观音山 台北大橋 铁桥细造 成为台北的八井之一 台湾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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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 贪圈 这是什么 台北帝国大学 以前我也不知道 以前想说 台湾大学都很正常 我常过去 新店的时候 常过去 台湾大学都对了 贪圈 台北帝国大学 好像东京帝国大学 台湾大学 那次不知道什么人 在抗议的时候 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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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陆 总共有六块大陆 欧亚大陆 北美洲大陆 非洲大陆 南美洲大陆 还有南极大陆 澳大利亚大陆 所以你敢说我 要去大陆出口 你要问 你是要去南极大陆出口 南极大陆 要去出口一次 观光一次要花一百多万 这条歌也很好听 我们要唱几十年 万里长城 万里长城 万里长 长城外面是故乡 他跟你说得很清楚 长城的外面才是故乡 长城外面是故乡 你是什么人 你一定蒙古人 对不对 很多人看外交 他们说 万里长城 是我们好几千代之前的 祖宫建的 对不对 建的多漂亮 多美大 有1万里长 对不对 你们家的尾琴 你们人家来 去带他去参观 有尾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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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很奇怪 所有的外国的元素 如果去中国参观 长城的时候 都笑 怎么笑 大家都笑 哇 哪有人这么傻 尾琴 起来这么大 又说外面的土地是他们的 是不是中国 歷史上都这样 长城外面通通是你的土地 你们家的尾琴 外面都你的土地 你们家的尾琴 外面都笑 你笑 哪有尾琴 外面的土地 你是要跟谁人说 真的 真的 他们又把你们怎么教 只要有方心 铁锄能磨成绣花针 对不对 不对 你自己拿最简单的 拿小鸡 铁锄就好了 用铁锄磨成绣花针 看你的磨 因为铁线太软了 要钢才可以磨成针 要钢才可以 就跟那个刀一样 没有铁刀 铁刀没有做什么用的 要钢刀 懂不懂 中国人不懂钢 所以为什么 他们有什么好铁烂铁 铁就是铁啊 混什么好铁烂铁啊 他们说什么 好男不当兵 好铁不打钉 有没有 你们想一个最简单的道理 好男不当兵 都是一些差的男的去当兵 你打仗会打赢吗 去打仗的都是烂咖的 你想打赢仗喔 还是好男不当兵 好铁不打兵 因为他们都没有练钢 所以中国没有宝刀宝剑耶 你们能不能就是说 屠龙刀倚天剑 那是宝刀宝剑耶 那是小说 你们能不能就是说 倚天剑 屠龙刀 那是宝刀 那是小说 唯一一个一支宝剑在那里 凤帝那里 上方宝剑 对不对 其他还有什么宝剑 所以其他人应该建树 不要建树 日本人每一支宝刀都保刀 外国人 蒙古人也同样 阿拉伯人也同样 他们每一支刀都保刀 其他人没那么练钢 所以修剑就水 建树而已 对不对 刀修 马上一砍马上知道啦 所以永远没有打胜仗过 水亚文是怎么永远都在走路 就是因为他没有保刀 宗剑人有保刀 对不对 宗剑人跟水亚文 现在已经毁了 对不对 毁了 毁了 水亚文要回去 回去 要看看这个宗剑人什么面目 结果的宗剑人这个面目 拿出来 可能 比水亚文更容易 他说什么 宗剑人是水亚文的修剑 所以 人不准向走就都知道这个结果 所以 人家人不要练保刀保剑 他们要什么 他们要养残 对不对 要放充电泡 还要烧陶瓷 他们烧陶瓷很漂亮 以前 他们是从拌拌放在拌堵 很高等 对不对 他们是没有拿来吃饮 因为那是宝贝 所以他们烧得很漂亮 对不对 他们才会给这个支纳 支纳就是CINAMICA CINAMICA就是支纳 这个人叫丁伟良 丁伟良千国拜托他翻越万国公法 翻越万国公法的时候 他们千古人 他们就知道万国公法 万国公法 万国公法之后就很多万国公法 那个 翻越好之后 就变成国际法 他都给我们骗了什么 骗人都是汉林 真正的汉林是在这里 楚汉相争就是在这里 对不对 如果认真说我们台湾人 如果有尊有可能 也是楚国人 不可能是汉林 对不对 其实我们台湾人 跟百岳族比较 这个百岳族比较 比较 这些都翻 汉林的四十位都翻 所有的翻 沦流通在汉林 汉林还会存 还会存 是不是这个存 秦始皇 不是汉人的 汉高族也不是汉人的 这些皇帝 都是杀中国人的 杀汉人的魔王 杀了你的人以后 会变什么 元太祖 蒙古人 把中国人杀得几乎快灭国了 他们叫他太祖 清国人 杀了中国人多少人 你叫他太祖 明朝 明国人 杀了你的人 你叫他太祖 所以人家是不是很用 你杀了我以后 我马上跪下来 叫你祖宗 马上就好了 所以人家很聪明 全世界最聪明 对不对 这些都消灭了他们的国家 只有这些施德哥尔摩症候群 为什么 因为你被强奸了 你就爱上强盗了 你被蒙古人强奸了 你变成说 蒙古人是我的祖先 蒙古是我的朝代 武一代 还自认蒙古是华夏的一支 支那的朝代 蒙古人也不会说他是中国人 全世界也不会说蒙古人是中国人 我没有在说 对不对 其实秦始皇是枪族人 对吧 刘邦他是东夷人 楚国是白夜族人 大水是突厥人 大唐帝国是贤北人 大元是蒙古人 大宋为他更汉人 就是这大宋帝国 大宋帝国那时候 出一个包青天 中国人 中国人看多可能 几楼青年的历史 为他出一个青官 说这个包大人 尿片那些 包大人 唯一的一个青官 看多可能 包大人要杀那个犯人的时候 还要用那个柴刀有没有 叫狗头杂 龙头杂 虎头杂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钢刀 只好用杂的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 那时候日本 如果不是打书美国 日本是打书美国 不是打书中国 如果打败的时候 现在已经变成什么 日本天皇太族 对不对 中国人的变得更幸福 一定比现在还更幸福 不要说实 只看万洲就好了 万洲国那时候是 亚洲这最新宝的地方 满洲国 虽然又被美国了 满洲那时候很先进 日本人跟他线了 建设的很好 这是红蚂蚁跟黑蚂蚁的原因 黑蚂蚁 他是虾子 对不对 他只闻味道 很简单 红蚂蚁只要把他的父母杀了以后 把你抓回去 把他父母的体液涂在自己身上 黑蚂蚁就认为红蚂蚁是他的主公 所以 就拿东西到处拿东西给他吃了 黑蚂蚁就变永远的奴隶了 我们是不是到8点20还是8点半 20 那我们时间现在已经超过一点了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红蚂蚁跟黑蚂蚁的故事 谢谢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 各位同心稍候一下 谢谢大家